範例1,指數的化減球值 球括號0.027的3分之2次方 加上32分之23括號的5分之1次方的值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当遇到分数指数的时候呢 通常呢,我们可以先把底数化成某个数的次方 再用指数率来处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0.027呢,我们可以写成1千分之27 1千分之27呢,也就是十分之3括号的三次方 另外,三十二分之243 我们可以写成二分之3括号的5次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原来的式子 题目要求的0.027的3分之2次方 加三十二分之243括号的5分之1次方 这里的0.027呢,我们可以写成十分之3的三次方 再括号三分之2次方 因此呢,这里的指数呢,可以合并起来写成十分之3括号三材三分之2次方 因此可以得到十分之3括号的2次方 而十分之3的2次方呢,是1百分之9 另外,三十二分之243的5分之1次方 这里三十二分之243,我们可以写成二分之3括号的5次方 这里的5次方跟括号外面的五分之1次方 两个合并起来,可以写成二分之3括号五材五分之1次方 因此这个4次呢,可以写成二分之3 那么呢,一百分之9加上二分之3 因此呢,可以得到一百分之一百五十九 范例2 对数的次方化减 求LOG根号二二分之三 减掉LOG二 一百六十根号二分之二十七 加LOG四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等于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括号一 LOG AS呢,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底数A跟帧数S同时次方可以写成 LOG A的二次方,S的二次方 或者呢,也可以同时把底数A和帧数S同时开根号 可以写成LOG 可以写成LOG 根号S 括号二 LOG AS加上LOG AY 同底的对数相加 它们的帧数可以相乘 可以写成合并起来 LOG AS乘以Y 括号三 LOG AS 减掉LOG AY 同底的对数相减 合并起来可以写成帧数相除 所以它合并起来可以写成LOG AS除以Y 括号四 利用对数的定义呢 LOG A A的N次方呢 会等于N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这个题目呢 有三个对数要合并 这三个对数呢 它们的底数分别是根号二 二 还有四 因此呢 我们先想办法让这三个对数的底数呢 全部都相同 那么呢 我们把它全部都变成二 首先呢 第一个对数 LOG 根号二 二分之三 我们可以同时把底数跟帧数进行二次方 可以写成LOG 根号二的二次方 二分之三的二次方 因此它会等于LOG二 四分之九 另外 LOG四 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我们可以同时把底数四 和帧数二十五分之三十六开根号 可以写成LOG 根号四 根号二十五分之三十六 所以呢 它是LOG二五分之六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题目中三个对数都划减成底数是二的状态 因此呢 原来的题目呢 可以写成LOG二四分之九 减掉LOG二 一百六十根号二分之二十七 加LOG二五分之六 这三个对数呢 这三个对数呢 底数都是二 所以呢 我可以进行合并 同底的对数相减 帧数相除 而同底的对数相加 帧数相乘 因此呢 它可以写成LOG二 四分之九 除以一百六十根号二分之二十七 再乘以五分之六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LOG二十六根号二 而十六根号二呢 它是十六乘以根号二 也就是二的四次方乘以二的二分之一次方 因此呢 它是二的四加二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是二的二分之九次方 因此呢 这个题目最后的结果 LOG二十六根号二呢 可以写成LOG二二的二分之九次方 因此呢 会等于二分之九 范例三 有细数的对数化减 以之MN为整数 若MLOG五百五 加上NLOG五百跟号二 等于一的话 那么呢 M加N等于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括号一 N乘上LOGAS LOG前面的系数N呢 我们可以移到对数里面的帧数变成次方 可以写成LOGAS的N次方 括号二 LOGAS加上LOGAY 同底的对数相加合并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合并成一个帧数相乘的对数 也就是LOGAS乘以Y 题目中有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呢 有两个对数 这些对数呢 前面都有系数 如果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对数合并的话呢 那么我们必须先把这些系数移到对数里面 当作帧数的次方 像是MLOG五百五 这个LOG前面的系数M呢 我们可以移到对数里面当作五的次方 所以写出来是LOG五百五的M次方 而NLOG五百根号二 这里的LOG前面呢 系数是N 我们把N呢 移到LOG里面 当作根号二的次方 可以写成LOG五百 二的二分之一次方 括号的N次方 因此呢 这个对数可以写成LOG五百 二的二分之N次方 那么呢 这两个对数 我们就可以合并了 这两个对数相加 我们可以写成LOG五百五的M次方 加上LOG五百 二的二分之N次方 而这两个对数呢 它是同底对数 所以呢 它的帧数可以相乘合并 可以写成LOG五百 括号 五的M次方 乘以二的二分之N次方 另外在题目中 这两个对数合并会得到1 而1呢 我们可以写成LOG五百 五百 五百 这里的帧数五百呢 我可以分解一下 可以写成LOG五百 括号 五的三次方 乘以二的二次方 因此 这里 两个对数的帧数部分 会相等 因此 五的M次方 乘以二的二分之N次方 会等于五的三次方 乘以二的二次方 这两个数相等 因此呢 它们对应的指数也会相等 所以 我可以得到 M等于三 N等于四 而题目要求的M加N呢 就等于三加四 等于七 所以 五的M次方 乘以二的二分之N次方 会等于五的三次方 乘以二的二次方 乘以二的二次方 这两个数相等 所以呢 它们所对应的指数也会相等 可以得到 M等于三 N等于四 而这个题目要求的M加N呢 就会等于三加四 等于七 范例四 对数的换底公式 若S等于Log17除以Log19 则81的S次方 等于多少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技巧 括号一 换底公式 LogAB 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写成 LogCV除以LogCA 括号二 对数的定义 LogAB如果等于S的话呢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A的S次方 会等于V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的解析 由换底公式 我们可以知道 S呢 等于Log17 除以Log19 这两个对数相除 合并起来 我们可以写成Log97 则由对数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 既然呢 S等于Log97 因此呢 9的S次方 就会等于7 而题目要求的 81的S次方 它的底数81呢 我们可以写成 9的2次方 接着 9的2次方 括号的S次方 它合并起来 可以写成9的2S次方 而9的2S次方呢 我们可以写成9的S次方 括号的2次方 在这里 9的S次方呢 在上一列 我们可以知道 它等于7 所以呢 这里的话 它可以写成7的2次方 因此等于49 树养提 生活树养之 对数的估算 保险公司 推出 轮角型保单 急于 一开始存入 一个固定的本金 且宣告呢 它的联利率为3%的负利 每年呢 计算一次 如果某人 于20岁的时候呢 花了10万元 购买持保单 则当保单呢 价值达到20万元的时候呢 某人呢 约几岁 括号 LOG12的近视值呢 等于0.3010 LOG10 1.03的近视值呢 等于0.0128 我们先来看一下解题小计较 复利公式 若P为本金 R呢 为每一期的利率 而N为奇数的话呢 那么N起之后的本利盒 为本金P乘上括号 1加R 括号的N次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根据复利公式 奔养之后呢 这个人的保单价值为10万 乘以括号 1加3% 括号的N次方元 而这个题目呢 想要知道它的保单 什么时候价值会达20万元 所以呢 我们令10万 乘以括号 1加3% 括号的N次方 大于等于20万 经过约分呢 我们可以得到 1.03括号的N次方 大于等于2 而这个N呢 要多少的时候 才会让1.03的N次方 大于等于2 那么呢 我们可以借助对数 我们把这个字值的左右两边 同时取对数 可以得到 6个10 1.03的N次方 大于等于6个10 2 接着 接着 我们试着把这里的N解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不等次的左右两侧 同时取常用对数 也就是 Log10 1.03的N次方 大于等于 Log10 2 这个式子里面呢 Log1.03括号的N次方 这个N呢 我们可以提到Log前面当作西数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 N乘上 Log10 1.03 大于等于Log12 另外 屏幕中 给我们一些常用对数的数据 Log10 1.03 1.03 的近视值是0.0128 而Log12的近视值是0.3010 接着我们把它带入 这样可以得到 N乘0.0128 大于等于0.3010 则 N会大于等于0.3010 除以0.0128 这两个相处的近视值 约为23.52 而N要大于等于23.52 那么呢 我们就取N等于24 所以呢 这个人 在24年后呢 他的保单价值会超过20万 这时候他的年纪呢 是20加24岁 也就是44岁